在莫斯科最奢华的百年商场GOOM 永远排队的餐厅 竟然是一家打饭食堂 没有什么牛掰的菜式 没有华丽舒适的环境 没有微笑服务 甚至有那么点不给面子 它每天还是吸引着大批食客 有人说在这排队打饭 看着员工的黑脸 吃着平平无息的食堂菜 时间就像定格在了 那个逐渐远去的年代 GOOM 苏联时期名曰 国力百货商场 要是我来命名 我会直接叫他国力百货工 他相当瞩目地 驻立在红厂边 与克里姆林工相望 30年代 他曾被斯大林关停 50年代又被赫鲁晓夫重新开放 他们著名的GOOM冰淇淋 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卖的 一直到今天都遵循着 苏联时期的国家标准 只能用纯牛奶和奶油来做 水果味的也必须用真水果 咬一口下去特别的词是 味也醇厚香浓 对 今天又有嘉宾 这是我1米93的好兄弟 跟他站一块儿 我犹如货币特人 同时被标准化的 还有日常的每一道菜 在家里做饭 被视为劳动力的浪费 妇女应该从厨房的奴役中解放 以投身生产工作 工厂新建起集体食堂 按照国家规定的食谱 出品着统一的餐食 可能成不上是什么美味佳肴吧 甚至多少太点难吃 但足够的营养和热量 能让人精神抖擞地干活 上到GOOM商场三楼 排进57号食堂的队列里 拿个托盘取好餐具 那个年代就重现在你眼前了 先来到甜点区 我第一眼就瞅见了这框 迷你卡巴伊蘑菇 虽然这儿还有很多经典甜品 像是蜂蜜蛋糕啦 土豆蛋糕啦 都得先给它嚷嚷做 胖糊糊的奶油蘑菇 站在被苏联人民叫做 篮子的酥饼底座上 有一种被从童话故事里 偷出来的感觉 不过它确实长得 比吃的要好吃 尤其对于这个厚厚的饼干底座 我只能说是真的很舍得放糖 当年吧 这种精致小甜点 可能不会是集体食堂的常客 而是在专门的店铺 或者咖啡店这类的地方售卖 57号食堂 也在隔壁设立了这么一个小区域 非常适合下午茶 这个等下再介绍 回到咱的队伍里 我们把托盘 在不锈钢轨道上向前推行 就跟老招片里的一样 到了冷盘去 我俩完美跳过了 那会儿没注意到的肉动 挑一道简洁但经典的小菜 如你所见 鸡蛋切瓣 豌豆少许 足以厚重的蛋黄酱 这就是苏联餐厨的极简主义吗 据说因为做起来太轻松 当年从工厂食堂 到高级餐厅 都忍不住把它写进菜单 对于苏联人来说 这是最廉价的营养来源 蛋黄酱的醇香 也让它很好入口 与它相反的是这种 由于做起来麻烦 而成为青年限定的沙拉 也就是全球文明的Russian salad 在俄罗斯本土呢 它叫奥利维耶沙拉 最初的版本里头有松鸡 熏鸭 小龙虾 鱼子酱 刺山干等等高级食材 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 那些fancy的食材 逐渐被鸡蛋 香肠 胡萝卜 豌豆 酸黄瓜等等所取代 摇身一变 登上了老百姓餐桌 很难说它还是同一道菜 除了土豆是贯穿适中的 还挺意想不到的好吃的 拿沙拉食就顺手拿杯饮料 在那个年代的池塘 大家最常喝的 是用不同的水果煮制的糖水 另外你也会看到 这个长得像酸奶的 我事先提醒一句 它一点也不甜 也不像老酸奶那样酸到过瘾 咽下有一丢丢发色的回味 嘿 还带点氧化碳 我这个巨爱和无糖老酸奶的 都有点顶不住 实在好奇 你可以就近在超市买一瓶先尝尝 这么一大瓶 62块99 独布 答应我不要浪费哈 再往前走 就是五花八门主菜和主食 你可以任意搭配组合 我这兄弟想吃米饭 主菜选了炖牛肉 也就是被我们曾经 翻一碗土豆烧牛肉的 赫鲁晓夫向匈牙利人民 保证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后 每天都能吃到的那个菜 我来了个火鸡肉饼 他们常配土豆泥池 因为那天没有 我只能配一面 之后再走 一顿传统的俄餐 绝不能少了这么一碗 热热乎乎的汤 苏联的食堂总能见到 像是鸡肉面条汤 酸黄瓜汤 还有汤中顶流 红菜汤 大家都知道这波尔士 却很少有人知道 还有个绿波尔士 主料呢 是这种经常被咱当成 菠菜买回家 一塞嘴里酸到 以为自己味觉紊乱了的 俄罗斯蔬菜刺客 酸膜 如果你再一不小心买了 不知道怎么吃好 不妨煮点土豆 爆香洋葱 胡萝卜丝也一块煸炒后 都放一块煮 煮软了加入切碎的酸膜液 调一调味 就是一道经典的酸膜汤 上桌的时候 配上白煮蛋和酸奶油 这就更地道了 可惜这俩在57号食堂都没配 得自己另点 但我很喜欢他们包进去的肉 这样吃起来 酸味中透着鲜味 鲜味中 还带点腌猪肉 会小白菜那味 还能尝出来不少的黑胡椒 这时候要是来片脸吧 就着吃 那些不是满足感蹭蹭的涨 打了汤后你就可以拿 切片的和小块的 任意挑选 还有酸黄瓜之类的腌菜 黄芥末之类的酱料 肉馅卷心菜馅等等馅的夹心面包 就是我的拓盘是真放不下了 就这么一盘 已经花了我1040卢布 喝完汤很自然地蹭两口兄弟的主食吃 他点了两种煎饼 一种是俄国传统的布林饼 非常薄非常软 有钱人拿它配鱼子酱 老苦大众抹点黄油或者卷成馅饼 也能吃得挺舒坦 这个苹果馅的 里头还放着葡萄干 算一个加分项吧 另一种是厚煎饼 越嚼越香 如果在那果酱就更好了 这两种饼也都非常适合 配上满满的酸奶油享用 记得一定要单独点上 反正我们是没想起来 我点的这肉饼 切开它之前 我觉得它一看就很干很硬 不会太好吃的感觉 是我错了 它的外壳酥脆 内力松软咸香 精通苏联料理艺术的作者安尼亚说 它养活了整个苏联 用绝密不可告人的差不多1比3的比例 把进过水又弄脆的脸巴和碎肉一起制成肉饼 甚至有人说1比1的比例 并且脸巴要用黑麦的 才最像食堂的味道 肉饼之所以那么流行 跟苏联食品工业的奠基人 米高杨同志脱不了干系 他远赴美国考察 被批量加工快捷扛了的汉堡包所震撼 把生产技术带回了苏联 简单的面包配肉饼 开始在各大城市售卖 之后夹他的面包消失了 造他的工厂却屹立不倒 并且持续给苏联人民提供方便的半成品 若干年后 赫鲁晓夫也从美国带回来另一个街头美味 热狗 面包油光正亮 捏起来极其松软 非常的不合适 最惊喜的是香肠 不只是香味浓郁 闷中不发弹性 还带有一种肉眼可厌的层次感 想吃这类典型的 没必要去排长队 出门左转就是他们家的小石吧 卖的东西也挺杂的 丰富的酒水饮料 面点 沙拉 蛋糕 还有四种单片三明治 分别是烟熏香肠 奶酪 三文鱼 三文鱼籽 我指点了便宜清明的前两个 这种切一片脸巴随手就能做的三明治 是福特加的绝配 切成薄片的烟熏香肠很下酒 肥瘦分明 鲜 很咸 很油 奶酪三明治我感觉有点尴尬 因为这种奶酪偏硬 味道淡 适合空口吃 就像这么厚的面包 已经吃不出什么味了 还有俩樱桃点心 是我点餐时 旁边热情的大哥给我推荐的 一个是丹麦酥 一个是奥地利果馅卷 都跟鹅残没什么关系 但结账时候才发现 他已经给我点上了 不过有个来自布兰的巧克力叫鸟乳 传入苏联后大受欢迎 他们不但自己仿制 还以他为灵感 发明了这么一款蛋糕 我学音乐的兄弟一看的时候 这有啥特别 不就是画了个高音符号吗 What 结果瓦开外壳 里头另有乾坤 鸟乳一鸣 取自古艳 以为极为珍惜之物 名字取得不错 因为我确实没吃过 这种口感的蛋糕 它给海绵蛋糕分层的 不是奶油 而是轻盈的慕斯 80年代的人 要在发明它的那个餐厅 排队购买 现在应该是40多有了 最后咱看那俩不素之客 一个樱桃丹麦酥 虽然不是很酥吧 还称得上香甜可口 另一个好不好吃 我就真不清楚了 为啥呢 请看VCR 你好 你好 Hello My name is Sophia I live in Russia I'll see a picture Thank you It's good It's goo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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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Thank you It's good No No It's good You mean like YouTube YouTube YouTube? Chow You can have this 置 Chow composition O 所以那点鱼好不好吃 你们就得问他了 好了就先这样 咱今天只是苏联特辑的第一起 之后还有很多很多苏联的经典饮食 慢慢奉送 祝同志们胃口好